今天来吃两个等腰三角toast 先切掉边角料 找一个等腰三角形模具 根据阿基米德终点定理或者出体原理 给它一个垂直向下的力 就能切出三角形 接着把吐司放在烫板上摩擦 这实在有点烫手 然后再拿一块午餐肉 同样的拿出模具 先切一个等腰三角形 取出来 再拿一个小等腰三角形模具 同样的流程 只不过我们要的是 镂空的三角形 好了在烫板上刷五道油 把镂空的午餐肉放上去加热 再取三毫升鸡蛋 注入在镂空的午餐肉上 鸡蛋用火箱烤制五分熟即可 猜到我要做什么了吗 这回真的吃上肉了 快过年了 快关注朱教授吧 朱教授带你过年吃肉不长肉 在盘子C位摆上三角吐司 涂上番茄酱 把午餐肉鸡蛋盖上去 再涂抹一层来自内蒙的炼肉 最后再盖上另外一块土丝 剩余的番茄酱和绿花的野草安排上 好了 饱子们请与我一起享用吧 猫可包可